楼梯间成了晚上休息的地方 缅甸难民拉菲克因为多个月缴不出房租 只好参丰露宿 太太因为怀孕借助亲友家 六月底迎来小娃生产费用 让这一家人雪上加霜 我们当时是想到我们要快点要去做放放 在几个月中就没联络了 我费用费用了 老板就没费用了 吃饭 不然有些人会帮助 不然有些人会帮忙 老板也会帮忙 志工上门了解并展开疾难补助 同时也带来了婴儿用品 奈民在异乡生活不易 疫情前还算有一点收入 如今行管令影响工作 拉菲克只好另谋出路 爱与物资及时抵达 解决眼前困境 拉菲克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 而志工也祝福小娃健康长大 一家人展开新生活 麦袋何永康 雪兰德报导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 果然调盾 事故